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也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郭柯和真的露出曙光了吗 柯妈妈说郭台铭年纪比较大 柯文哲应该要配合他 这是柯文哲的意思吗 当然也要带你来关心 现在蛋越来越贵 今年的蛋黄悲剧又要再重演了吗 在今天传出竟然有一家公司资本50万 艺人公司领农委会 应该是农业部了 1.75亿的补助 这里头有没有臭不可闻的人谋不脏呢 刚刚来介绍了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财源专家赖先生献哥 阿关好 大家好 资源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郭文发言人黄世修 大家好 邀请到专栏作家吴坤玉 阿关好 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毅川 大家好 以及新美市议员叶元支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郭台铭否认没有要用运超车 这一次联署最大的克服 最要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并不是有多少人愿意联署 而是说怎么样 保护每一个帮我们联署的朋友们 他们各自要保护 我跟大家讲说 这用最高规格来保护大家的各自 甚至一家资料的传送 用最高等级 但我没有说运超车 这是大家制造出来的话题 听说阿川那很欢乐 土条哥也没头脑 阿川 对 因为土条哥那天说 印超车以后 可以说完 会保护台铭水火 我就欢乐土条哥 人家没头脑 问题是我现在把土条哥投资 什么 那天我说什么 要用AI联署 AI联署传新闻情 对 今天郭伴说有 他们现在要去找 中选会投资这条 这条如果涌下去 对你固献脑汁 却没有领过伴的薪水 都没有 所以土条哥你这条45万 要补一些给我 土条哥你要用专案 帮他申请奖金 知道吗 因为郭首证是专家 今天郭台铭说用最高等级 现在我跟你说 现在联署不是那条线 那条线要怎么保全的问题 是那个资料 现在用AI用手机上传 进去那些东西 接下来的资安怎么处理 这对郭首证来说稍微事情 最高等级要叫什么人来认证 说你传起来 资安组织没问题 郭首证你要加油 真正的 你爸把你背包那么久 你这条如果没办法处理 又一天到处 想什么运钞车 驾去用截钞 那些电子车叫老闆去 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我现在要把新闻情 处出来 交给人家 那条新闻情的早期 摸起来 这才是关键 所以不要经过人的手 用电脑 用手机 传进去的资料库 然后中选会认证这个系统可以 带一个改革来 如何保护个资 为什么在今天大家讨论 如何保护个资 是因为有一段影片流出来 说其实呢 郭伴对于连署人的个资 没有尽到保护的义务 因为那段影片流出来之后 还看到一般民众的身份证 地址通通都曝光了 好 我们一个个回答 关于运钞车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误会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媒体记者都有帮我更正 所以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就是这段影片 我们先插播一下 你们怎么会让这样的影片流出来呢 没有 这个不是郭伴的 这个是哪来的 这个是四年前那些郭粉 去收集的连署 是郭粉流出来的影片 那我们也跟这些热情的自责沟通 说这个有各自的问题 所以请你们把影片下架 那以我们官方公告的为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运钞车 在周日早上联访的时候 我说 其实我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天是郭董在家开会 他非常重视民众的个资 所以他要求要保全公司 保险公司用最高规格 这是他的原话 然后我在跟记者说 我第二天跟保全公司开会的时候 保全公司说最高规格就是运钞车 所以我在记者联访的时候 我说的是保全公司说用运钞车规格 那那一天周日下午 郭董现场受访的时候 我有问现场 记者是问说 郭董你有说指定要用运钞车吗 那郭董就说 我是用最高规格 我没有说要运钞车 但是保全公司说的 又会用运钞车规格 来符合郭董的最高要求 并不是郭董在大连 是因为你们之间的联系不够 不是不够 我跟郭董完全是一致的 OK 只是记者问的问题 有点有点造成误会 那我们就想话讲清楚 好 那现在阿村建议也不要搞运钞车了 其实应该用AI 保护个资 我真的想要 你的意见 这个bonus你可能认得不对 因为我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把全套的IT 开发功能规格 实务流程什么 全部都做完了 那我跟IT团队那边确定 已经上线了 只是现在我们在跟众训讨论说 这样的方法能不能获得承认 所以我们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所以不好意思 益川哥 你想的我一个月前就做完了 你这样整月太久了 对不对 大家都在等 还有每天都说什么联署站 我跟你说 你们联署站一定很多诈骗 因为你们的公布直营站 直营点 你们直营的 还有加问的 还有加问的 说你让我认证就好 今天你都不用开 都开外 你听我说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加强宣导 我们会用google map 去做这个线上地图 都直营的 我们官方认证的不管是民间还是我们执营的 我们都会有一个认证的基础 那叫执营加加盟 我们特地做得最好 这是郭董的要求 有你就靠航的吗 你什么靠航的 靠航就是我做你都不要跟我管 有这种的吗 不过大家民众热情来签啊 那我们欢迎啊 好啊我现在 你到台湾联署站来签啊 我做一个店员 做一个店员 大家都我支持郭台湾 扛营去台湾联署 五天后替萌 你有我们官方认证的加盟吗 所以我现在问你 你怎么要认证啊 所以依川我告诉你 这就是说我们去外面 要征来的同样嘛 首摇饮料店也有直营店跟加盟店嘛 可是加盟店也一样要有官方认证啊 不然你扛那个扛营 扛那个logo 那是违反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法律团队绝对会来处理 所以现在参加联署站的 一定是你皇室修公布的才有尊重 对 官方公布才尊重 大家听清楚 所以其他有心人士 什么很爱郭台湾的那种都嫁 就是要皇室修公布的联署站 当然啦 其他一路边白湾的 说我支持郭台湾的 那你不能教他 你一定要教皇室修公布的 不是说你路边白湾的 我也有认证 但是那是你爸爸妈妈自己说 欸 签一下签一下 当然你相信你爸爸妈妈妈 狗比白湾的你也有认证 不 我们有行动联署站 我们也有官方的行动联署站 我如果说你们现在联署一张的身份嘛 我说我都不用 都我开 全部都我开 你开我认证就好 你只要跟我认证就好 那你是要加盟喔 我要加盟喔 不是 我认证了 认证了我总共收到20万分 时间到了 我不要搞 不用啦 我不用给你了 我自己给你了就失败 你如果我们加盟认证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契约 跟保密条款合约 你如果最后没有交出来 因为我们是每天都会去派物流车 跟保全去搜 你如果没有交出来 那你违法 我能不能收五丁交一丁吗 那你违法喔 你竊取民众个资 你怎么知道 那我们一定告诉你啊 你怎么知道啦 你有装摄影机喔 我们会装喔 不是 用你的联署站 跟他交摄影机 没有 丁学位 骑什么联署站 你来我们加盟 所以你现在要确保吧 你现在要跟他拼好 你到时候拿钱都拿不到 不是这个 这个IT可以解决啦 你没拿钱啦 你联署之后 你可以传个讯息嘛 曾经 帮老宋联署的婚姓 我把事情解释一下 好不好 第一个 什么AI联署啦 什么东西 这些科技想法都很好 其实2012年我们就有想过 用网络联署 用什么东西 但是到了中选会 不行 通通拿去做基金 然后中选会有很多原因 你不能说他错喔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张联署书 他要检查你那个签名 那个签名是要 真人签在上面的 签名一定要勤签 对 勤签的 然后你用AI那个 那个或电脑印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鉴定笔迹 有争议什么东西 他没办法处理 所以第一个 你每一张都要实力 所以还是要最传统的 第二个 我解释一下 公投的时候发生过一样的 户籍资料 出生年日跟身份证字号 可以用电脑打印 对 但签名一定要本人签 一定要本人签 这是确定的 这是确定的 然后第二个 总统联署书上面 要粘贴身份证 是 那个我们也去跟他沟洛过 我用影像档 对 我身份证的影像档 把它贴在上面 然后把它印出来 电子套印 电子套印可不可以 对不起 不行 通通拿去做基金 然后 那这样就有问题了 法令上面要求 法令上面要求 他那时候的中选会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 那时候中选会跟我们讲说 对不起 法令上面就告诉你 他就是要用粘的 法令就写粘贴 这我刚好有了解 因为宋先生当时连署是比较早的年代 可是现在蔡英文执政 而且我们现在有数位部长唐凤 然后我也去查了中选会的法令 选罢法跟行政规定 没有任何一条要求身份证 影本一定要用粘贴的 好 你懂吗 没有关系 所以可以用扫描 没有关系 但是当然这个我们要去 中选会确认 如果如果他不承认 那我们就要请唐部长 唐凤部长出来讲话 你是不是没有法院依据 但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 他们联署站的行政程序 如何让他的流程简化 但民众更关系的是 他的个资保护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讲 我把刚才的事情讲完 所以你们先来去韩中选会 你是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那时候也去韩中选会 中选会没有个七天十天出不来 所以你的时间会来不及 所以你现在的状况 是要把你们所有的东西 要改更改 或是可能有争议的东西 我们最传统的资本 一定会跑底 对 你要去 然后科技工具也会另外付出 你要跟派人 跟中选会官员面对面 对 是 沟通沟通完了以后 还有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要双方签字 然后这样子大家都认了以后 才能够作业 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事情 那你必须到了联署开始前 你要留最少最少十天以上的 那预备作业 你才有办法作业 我们现在很担心 中选会封杀我们 因为我过去搞两次公投 都被中选会搞鬼 那这次担任郭先生的联署总顾问 中选会看 又是黄世修 然后他们主任又在那边 这次有可能用他的方法吗 他们那个时候篡改我们的联署书 什么九千多张 没有名字的所以不合格 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名字 九千多张哪里来 然后那时候我绝食抗议为什么 因为我在交界之后 就收到了内线情报说 有十一趴的内定不合格 那我们的缓冲只有十趴 然后一个月之后 公布的就真的是十一趴 而且当时的那个平均高于十一趴 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现市 你知道这个国家系多黑啊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 被中选会封杀搞鬼 那当然你就要要求 他们一跳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盯到吗 那我们回来讲 当初你们有用运超车吗 有 有吗对不对 有 可是当初用运超车的原因是什么 他并不是所谓的保护个资 因为我们的联署书上面 都是用手写的 所以你假如滴到水 就完了 那如果不小心哪个地方储存点 或是四个火也完了 你用普通的名车运载 然后在路上出个车祸 啪啪啪啪啪洒一地 被风吹走了 那也完蛋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运超车 他其实还有保全 他就是为了保全这个连署书 因为每一张都很珍贵 那是每一个人 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 压上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统统保存好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找运超车 所以那个郭董不要误会 那个没有人要做什么 炒作什么议题 而是我们2012年 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想各自的保全 才是现在民众最关心的 但我们回到连署 启动连署的同时 副手人选应该也要出来了 现在外传是林志玲有接触过 有这回事吗 这个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 你是看报纸才知道 那一天就是记者突然来问这件事情 那我就说过去这段期间 有传过什么传过李嘉芬 然后传过陈文切 然后现在又来个林志玲 这当然这几位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女性 但是我这边真的完全不知道 你这样传林志玲 传得很熟悉 都熟悉 很熟悉 你不知道 你怎么去 传林志玲 不是啦 她说高精对不对 说高精宿美 说甲永济 那我都没意见 因为我对她两个没知 所以都清索女 但是志玲姐姐 你刚刚说 志玲姐姐真的没办了 这是女神 人家叫我们生气的阿冠 你什么事 人家叫阿吉啦 对不对 人家叫阿吉啦 谁做比我跟他人家 我们就认了 认陪杀书 对不对 我们都很感到他 他就叫阿吉啦 谁做那些人家 我们没办 我们也认了 那小孩 现在又要拿车 真的如果这样摸下去 大家都要认贏 我来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我有解释过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讯息 郭董有接触过吗 郭董有一次问我 他说最晚什么时候公布副手 我说913 917 领表 你领表一定要填名字 那个时候就要了嘛 他就说 那我就反问他说 那你有在找 他说有 你真的有在找 有在找再谈了 他说再谈了 那他有没有透露 那我就说好 我不要再过问了 我拒绝你告诉我 你是发言人 你有什么拒绝 因为我今天作为大联盟的发言人 不只是郭台铭的专属发言人 所以我判断 如果我知道了 会妨碍我的这个任务 所以我就说好 我确定你有在找就好了 不要开天窗就好了 但我不要过问是谁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啦 志玲姐姐也好 什么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师兄 因为为什么副手人选 一直不断在变 一下刚刚讲的就是 没什么都看多招就知道啊 然后高金素媒 然后还有圣智人 然后条件一大堆 这是不是刻意放出来 就让大家去讨论 然后去让大家注意到 郭董在参选这个事 真的不是 不然你看 侯友宜的副手 也没有人一直在放嘛 但清德副手 好像就锁定萧美琴 跟郑立军 只有郭董一直放 而且郭董在上礼拜五 有一个争议话题 不好意思事休 就是他讲说 你如果生一个小孩 我就让你养一只宠物 然后大家觉得说 台湾又不是有限制 养宠物的国家 为什么要生一个小孩才养一个宠物 他说你多一个小孩 放出来 有零到六岁国家养嘛 那我就再多给你一份 宠物的补贴津贴 这样让你可以养宠物 养得更轻松 他是一个鼓励 不是说 是有生小孩的人才有 难道说我没有给你生育津贴 就等于禁止生小孩吗 不是这样 那我问一下 那没有生小孩的人 有宠物津贴吗 那如果根据这个政策就没有 但有其他的宠物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不想生小孩 才去养毛小孩 所以我们可以有另外的 另外的给那些没有小孩的朋友们 有宠物的 这方面的津贴跟补助 那不是干话吗 有小孩的就给宠物津贴 如果没有小孩的 没有小孩的 没有小孩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宠物津贴 那不就全部到宠物津贴 不是啊 因为宠物津这件事情 其实包括他没有人照顾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有孩子 跟毛孩子 那这样是不是整个孩子的成长环境 变得非常的圆满 但是其实现实是 通常会养毛小孩的 就是他不想养小孩 不定 有这样的人 但是也有那种 两个都想养的 两个都想养的也有 那我们就不要讨论宠物了 我们来讨论副手 那么副手为什么现在传言纷纷 我相信在郭台铭心中 最想要的副手是柯文哲 我当时比较大 对不对 他年纪也比柯文哲更大 他要说 他要说他的理想 要说他的案子 那柯文哲 看不见案子有来配合他 这样 不是 不可以柯文哲说的 柯文哲说没理由 两个小孩都教育得很厉害 哪个都当医生 然后现在一位在竞选总统 一位可能会出来选立委 那如果出来算 我们也会说 都赢到你选举 那你也会逢妈 那不会 来 师兄 郭柯沛有谱了吗 因为从柯妈妈口中 所说出来的逻辑是 郭台铭年纪比较大 他年纪比较大 要让他说 柯文哲要配合 这个意思是 柯妈妈觉得郭柯配可以 每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你要搞定这个男人 就要搞定他背后的女人 所以郭台铭搞定柯妈妈了吗 没有啦 柯妈妈大概 不然你说这句是要做什么 柯妈妈大概也是很欣赏郭董 他就觉得说 郭董是一个企业家 然后他有治国的理念政策 我们也不要听着官话 我们要知道 食物上他们两个 到底接触到什么程度 没有啦 这纯粹就是柯妈妈的意见 纯粹是柯妈妈意见 那我们也是很尊敬柯妈妈 而且其实他长得还蛮像我们阿嬷的 真的蛮有亲切感 真的露出曙光了吗 有这个机会吗 因为很多人说 只要柯文哲民调跌下来 就会逼出郭柯配 我们这边有一直在邀约柯办 那我们也看到柯主席有说 就说不要一坐下来 就谈权力的分配 要谈国政理念 我说好啊 这不就是我们讲的吗 所以你看我们两边有高度的共识 不过从进度上来看 应该侯市长会先见面 就是公开的咖啡会 郭侯咖啡应该会先办 然后我们也希望郭柯 然后郭柯 然后再就是郭柯侯 业人是一副这样子三条线 你不知道你不是核心 不是 人家说已经有眉目了 但是我看侯办的感觉 是比较想要跟郭保持距离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所以你说侯跟郭 你够核心吗 你够了解内情 学伟哥比较核心 但是我们看外界的氛围是这样 我反而 阿关我反而觉得侯跟柯 比较会比较容易 侯跟柯比较容易 对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之前柯是因为民调比较高 所以他不理我们 但是柯的民调下来 那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我讲一下那个柯美兰 柯美兰到底会不会选立委 一般来讲应该是不太会 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时候 高宏安选市长的时候 振振钱 就是柯美兰可能的对手 振振钱是挺高宏安的 所以如果按照民众党的思维 就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去弄你 你看罗志强跟徐晓星 他不特别提名 那照到底来讲 振振钱是算是民众党朋友 为什么会提一个柯美兰 去跟振振钱选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可是现在不管是听柯妈妈的说法 还是从柯美兰也参加 民众党的公开活动来看 外界都认为机会蛮大的 而且解读是蓝白破局 我的解读刚好相反 我的解读是他不会选 但是为什么他要把姿态弄那么高 因为要增加蓝跟白台湾的筹码 你要对照昨天黄珊珊的说法来看 黄珊珊昨天脸书po文 她说我们不要只讨论下架民进党 我们应该要讨论怎么上架联合政府 好那我的问题来了 民众党会跟谁去组联合政府 跟郭台铭吗 不可能 因为郭台铭他也没有什么内阁成员 当然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才有人才 所以联合政府一定是跟国民党谈 所以你看从黄珊珊的讲话 以及你看柯美兰忽然说要参选 但是又没有把话说死 其实都在增加蓝白谈判筹码 所以我认为蓝跟白准备要谈了 侯跟柯要合比较有可能 好了 阿川你们那边的讯息 听说民进党也有穿 万一他们三个真的整合成一组人选的话 这场仗怎么打 这三组人最后一定成为一组 叫做金白蓝 台语叫金白蓝联盟 金白蓝联盟 最后一定整合成一组 我们的这个就设定金白蓝成为一组而已 不会有第二组了 这样我们打仗才会顺利 那这一组你们认为谁跟谁合的可能性比较高呢 你现在情绪 不是 叫金白蓝合在一组 金白蓝是多少 金白蓝不可能三个都算嘛 金白蓝 这简单嘛 一定有人要拿到的不是 有人出钱 有人出席派货 有人出黑党 有人骗年轻人选票 那医生那串杂上面是意象啊 你说那串杂上面喔 那串杂上面 那串杂上面 我想有可能是都没懂的啦 就用五党籍参选啦 这样跟我就摆平所有政党啦 就大家政党都不要吵 就用一组不懂的算 这会联署好了啦 叫金白蓝联署 那组不懂的这样听起来是 郭台铭你的意思 当然有钱的 柯妈妈已经说了嘛 柯妈妈说文徹了 你不要亂说 柯妈妈你不可以说变成郭妈妈喔 柯妈妈啦 柯妈妈很像的 古早时代的 穿着就有一条 有一个什么窗帘什么的 窗帘什么证 垂帘听证啦 对啦 垂帘听证 不好意思 不可以 窗帘 垂帘听证 有没有 他在那里指挥嘛 说叫柯文哲不要吵 问题啊 你点点 站着柯妈妈说一下 他的意思是这样嘛 柯妈妈会出钱嘛 所以这一个金白蓝的联盟 我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 对我们来说 很简单就是 三个金白蓝 最后一定会合成一组的 好 我们来听柯妈妈 也曾经谈过 他跟郭台铭见过几次面 而且郭台铭对他非常关心 今年的五月 五月 五月的时候 我是二月跌... 二月... 二月几号跌倒 然后有一天 他跟他的儿子一起来 说来看我 我很感谢 很抱歉 郭台铭来看 你感觉他这个人如何 因为最近有二零一九年合作的事情 有... 对啊 他也是实在实在啊 我也是... 他有一年... 就是... 上上一次要选总统的时候 这... 所以他现在就有工作 你自己照顾你的心理 看你... 要让什么人追忽 让什么人追忽 那是... 你的想法 你的管理 你... 你不要... 不要扣托柯文哲啦 其实三只小猪 谁跟谁合 关键还是在民调 据说十月是大限 因为到十月一定要做决定了 特别是民调呢 如果... 猴能够是老二 那就有主导权 就有发话权 如果他一直是吃老三便当 那就没办法嘛 那柯文哲的民调 能不能起来 甚至有起来 也是重点吗 柯文哲的民调 最近看起来 因为他... 被人家讲说 他的堂口 有没有... 那个益川一直在攻击 有没有... 民众党变成民众躺 对不对 因为那个堂口的问题 这一点的话 对他的那个... 民调很伤 对 很伤喔 所以接下来你看 他的民调接下来 因为美丽岛民调 是用滚东斯民调 所以你每天每天的进展 看起来的话 数字会比较缓步在... 反正关键就是谁是老二 民调谁是老二 谁就有讲话权 对 老二起来的话 那当然有讲话权 问题是现在 就不需要讲话 你知道吗 现在是看彼此之间私底下 像刚才提到说 侯友宜跟郭台铭 可能会见面的 没有 没有要见面 没有 又又没有了 不是一开始就没有要见面 因为好几次 侯友宜去找郭台铭的时候 都闭门跟 其实门口罚站 那是以前的事情 那是26号以前 26号已经既民了 这几天而已 可以 对... 那天既民既民又是早餐 不是说在大厅里面 对不对 大厅里面... 有吃麵呢 有吃麵... 不吃麵...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那整董都郭董的大厅 就是他们家的客廳 同样 要嫁到那里面就好了 你说你们家很大厅 帶你进去 坐在院子旁边的角落 你不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对啦 这样不合理... 对啦 现在侯这边 对不对 我说得对啦 你可以接受 现在侯靖班这边的立场 是说谈可以谈 可是你郭董 要把你的立场讲出来 你不能来的时候 就说 让大哥做四年 不...这句不... 这句是四年前说的 他现在不说这样 现在是说你的民调 起不来 现在侯... 郭给人的感觉 最讨厌的是怎样 你现在的民调是老四 11%...11%而已 问题是你在做老大的时候 其他人都不去 师兄 但是你看那民调... 郭台銘是大数据专家 他们自己应该有做民调吧 你看这个... 为什么从来没有... 你看我们之前都没有参选 没有参选 我们就有十几%的保底 而且这十几%是独立于国民党以外的 然后我们参选之后 两天新闻发酵 你看现在郭董的民调 是冲起来往上冲 所以比赛还很长 还有时间 但是我还是要讲 现在这三个再也三个 真的都是弱弱相残 你看六千 三十五% 所以不要在那边分说 你去那边高我2% 高我3% 我看那不意义 大家都要努力衝起來 但是要整合 總是要誰做老大 所以我说嘛 三个人不要一坐下 就谈說誰跟誰配 沒有 侯友宜 沒有這樣講 侯友宜是說你現在... 外面都這樣講嘛 但是我就強調了 我們郭董也這樣講啊 柯主席也這樣講啊 所以光是三個人坐下來 不要互相攻擊 坐下來 氣氛融洽 基層的民眾看到說 哇 你們三個人 有合作的希望 那個希望曙光 就會有了 你知道嗎 對三個都會搶啊 為什麼柯文哲看到郭台銘 走得走得像背 沒有啦 就是因為外界 外界那樣子 是就我也要吐槽一下 因為好不容易上一次 郭台銘跟柯文哲 在計程車工會的 平安巷有見面 柯文哲上台的時候 然後郭董這樣坐著都不理他 然後柯文哲下來之後 郭董坐在那邊聽音變畏 想說柯文哲到底有沒有下來 然後也不回頭 因為一般我們有誠意的 會站起來轉過來跟他握個手 迎接他嘛 迎接他嘛 但他都這樣坐著 然後後來是柯文哲去找郭董 然後旁邊人拍郭董說柯文哲來了 他來站起來轉過去握手 當然感覺說 你是坐著在那邊等人家來找你 有啦 那個是問獎的普渡餐會嘛 那個政獎都很熱情啊 但是而且你看喔 你剛剛說的是柯主席主動下來找郭董 所以你不就證明了說 其實柯P跟我們郭董是有聯考互動 柯P講說如果直接走太沒分度了 那個是政治人物招花了禮貌 對啊 所以原資理講這個 就只是現場的類似 要做大哥整合者要善意啦 就是不是坐在那邊等大家 我們那時候七點到現場 知道說柯主席也是七點來 所以趕快就準備咖啡 那我們要update新進度啦 我們不要一直停留在八二六 和計程車的那一場嘛 對嘛 對嘛 現在最新進度 從八二六以後 或者從計程車的那一場 到底現在有什麼新的進度 至少我讓柯主席口中說出 不要在那邊談權力分配 要談國政理念 這就是我在參選記者會那一天 我受訪的時候講的幾乎一模一樣的台詞 我讓柯主席也講的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已經在敲啦 只是說最後這個咖啡會 到底要拍哪一天 怎麼談如何談談什麼 這個還在協商啦 所以柯侯都在談 真的都在談 時間點會落在 希望盡快啦 當然剛剛原資有說 柯侯之間搞不好先見面 對不對 我們也樂見啊 因為我們主流民意大聯盟 是要推動整合組成最強嘛 所以原資說柯侯先見面 我覺得也很好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真的沒有私心 柯侯九月底就會碰到面 你說什麼場合啊 什麼場合 當然不能跟你們講什麼場合 柯侯九月底會碰到面 因為柯侯從美國回來 他如果訪問的那個效果不錯的 或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會談 因為他目前侯跟柯兩個人 雖然沒有談到說誰當老大 誰當副手嘛 對不對 那可是至少在地方派 那個票數跟什麼 那個政黨票的部分 部分區的部分 他們都有一些合作的一些觀念 就立委的合作 對 立委的觀念的話 現在慢慢很多包括區域立委 還有一些部分區的有沒有 他們已經有具體談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互相搭配 所以你也認為柯美蘭不會選 因為柯美蘭是指標 柯美蘭應該是不會選 看起來目前是不會選 因為選的話 外界就會認為 而且這邊是郭董的一個優勢 因為藍白兩黨 會牽涉到立委選區的衝突 我們郭董沒有黨 所以我們沒有區域立委 所以我們還有資源去幫助這些小機 所以跟郭董這個組合 有他的優勢 大家考慮看看 不是啊 你的優勢 就是去幫助那些小機 幫助到 你只是把這些小機害死 你知道嗎 這些小機說實在話 你看現在黨紀都已經拿出來 現在跟你兼臂清野 劃清界線了 那是黨中央 其實第一線這三機的 其實大家都是很務實 郭台銘這樣就是都用心 來來來 葉雲姬 你直接跑床 有碰到郭台銘是不是 我昨天去那個計程車的平安餐 然後我一去的時候 就看到郭董在肇事喊洞蒜 然後後來我想說去很尷尬 我就從後面進去 對嘛 我這個都從後面進去 這一次地城車的那一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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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機會真的出公文 但是跑趴遇到不同政黨的很容易 不是故意去同行 但是會有一點小尷尬 因為怕被開除 有在別的場合碰到他嗎 別的場合 就宣佈參選前 有一次他演講我有去聽 但是後面就沒有 後面都沒有 但我跟你講一般來講 正常來講 碰到不同黨的 他在那邊我過去啊 同個框 握個手是不會怎麼樣 不會怕被開除 但是郭董稍微敏感一點 所以我們就有刻意避開 所以你看現在是 國民黨黨內風聲鶴唳 我們這邊是坦蕩蕩 所以現在是連同框 都有可能造黨紀處分 他怕被做文章 像今天早上朱主席 也被問到我說 葉元智昨天怎麼跟郭董同個場合 可是實際上 真的是跑趴同場都很容易 我也會遇到我的對手啊 然後有時候 我們遇到我們對手 也會打個招呼啊 因為是在跑趴嘛 但是昨天那一場 太像郭董的造勢場合了 我一進去就看到那個電視場上面寫說 臺灣一定贏什麼阿明動算 然後就趕快 就趕快落到後面去了這樣 所以現在小雞都很緊張 我們也是呼籲 我們也是呼籲國民黨不用這樣子劍拔弩張 真的不用這樣 但我們也談到 不管是什麼大聯盟 像很多很多大聯盟 但是非綠的整合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是要下架民進黨 那麼下架民進黨 這樣的氛圍在九合一 曾經發生過 也因為這樣讓民進黨的九合一選的 頭頭頭 那麼這一次下架民進黨的氛圍 還那麼濃厚嗎 但會不會是一個催化劑 民進黨政府告訴我們超司這家公司 50萬的資本額 老闆娘1000塊入主 那可以去做上億的這個採購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有疑慮 就是說為什麼會給超司來做 是誰給了超司這家 50萬資本額公司的收購保證 你們之間的合約是什麼 可不可以公開給大家看 讓我們知道每一顆蛋 我們農業部是花多少錢 向超司採購的 該不會又要再告訴我 這也是國家機密要封存30年吧 我們有算過 以黑市的價格跟我們穩定的價格 每一顆雞蛋至少超過兩塊二 這樣的一個金額 不要再傳遞錯誤的訊息 或者是故意抹黑扭曲 那我們昨天的記者會 陳俊暨市長已經有說明得非常清楚 如果在刻意的抹黑而且不死 比如說我們進口所謂的一個雞蛋 是有食安問題的 或者是有所謂的汙昧圖利等 那我們會來進行提供 前期這種都沒有把事情給講清楚 因為沒有人質疑進口了有問題的蛋 而是質疑 來第一個質疑 我們剛才談到2022年的九合一大選 為什麼重創民進黨高端事件 是一個重要的事件 那麼現在是不是有可能有人說 這一家超司公司會是高端翻版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會不會是在發國難財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蛋一直很緊張 所以現在被踢爆有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叫一人公司 資本額50萬 老闆持股1000塊 1000塊 那這一家公司呢 竟然得到農委會 1.75億的補助 那麼剛剛為什麼陳吉仲 談到說有人抹黑我們說 我們進口有問題的蛋 不是我們進口的問題的蛋 而是超司這家公司進口的蛋 被檢驗出有致癌物 而這一批蛋已經退回去了 沒有到我們台灣的市面上來 問題是這批被退回的蛋 有沒有拿到補助 這才是重點 也就是說這批蛋呢 這8萬顆蛋已經被退回了 而退回的蛋有沒有拿到 每一顆3塊9毛錢的補助 而這家公司是不是拿問題蛋 拿到了1.75億的補助 而這家公司又為什麼能夠拿到 這麼多的補助有沒有問題才是重點 我覺得當然有問題 第一個農委會要說明清楚 為什麼是選擇這家公司 因為選擇這家公司非常不合理 這家公司是藝人公司 而且資本額只有50萬 但他卻可以做上億的生意 資本額50萬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進口的蛋 如果出問題的話 他最多就把資本額50萬 賠萬就沒事了 那請問一下剩下的損失誰要來付 最後不是納稅人來付嗎 所以農委會到底當初 怎麼選擇這家公司 你要交代清楚 他特別厲害嗎 還是他有個人刺激 是農委會指定這家公司 幫台灣進口蛋嗎 一定是嘛 農委會是說不是他啦 他是透過中央續產會 找到這家公司 但中央續產會也是農委會的 也是歸他管的 他過一手 那如果這樣可以這樣搞的話 那我們台灣可以廢掉 政府採購法 因為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就是說要資格標跟內容標 資格標就是要規定 要來標政府標案的廠商 要有一定的資格 比如說你資本額要達多少 你過去有沒有相關時機 你過去做得好不好 一定要先省資格 那請問一下這個超市 一人公司 50萬資本額他是怎麼來的 然後我給大家看個表格 大家都知道多不合理 因為台灣不是只有這家公司 可以做這個事 台灣有農委會 或強力輔導的單位 叫什麼呢 台農發 對不對 台農發資本額多少 10億 結果台農發進口多少蛋 3144萬顆 另外中央續產會 資本額12億 也才進口3144萬顆 可是阿冠這家超市公司 他資本額50萬 卻進口了六成以上的蛋 大家不會覺得非常奇怪嗎 然後再來農委會的講 你就是說農委會再怎麼樣 也應該突立中央續產會 也應該突立台農發 也應該突立台農投資 怎麼會讓這家公司超市 進口了8814萬顆 這是第一個疑點 這家公司資本額50萬 卻可以進口這麼多的蛋 那麼可以拿到那麼多的補助 那台農發10億資本額 我們中央續產會12億資本額 我們台農投資2.5億資本額 他們進口的蛋都沒有他多 對 又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選擇他 第二個就是你剛剛 阿冠你剛剛質疑 你說他到底那些問題 有沒有得到補貼 這個資料都是沒有公開 沒有告訴大家 也無從檢驗期 這是最奇怪的地方 那我們是認為說 為什麼民進黨執政 這種奇怪公司特別多 那時候快篩的時候 缺快篩 所以有一家小吃店 資本額200萬 後來轉型成深進公司 叫高登環球 他最後可以接到 16.5億的快篩訂單 資本額200萬 接16.5億 出問題怎麼辦 後來被國民黨踢爆 那家公司老闆 其實是被你踢爆 本來是被另外 國民黨立委踢爆 這小吃店 然後老闆說 我不進口了 缺快篩找國民黨 結果我直接就講說 那個老闆以前有設詐欺 詐欺嫌疑 而且他還有賣過 假口罩 還被洗漱 這種人 你交給他16.5億的訂單 去弄快篩 你到底怎麼選擇他的 這件事呢 在去年九合一 已經教訓民進黨了 我們不要人這麼說 我們現在來說軟 好不好 一馬歸一馬 橋歸橋路歸路 這件事 歸年還沒過 所以民進黨也受到教訓了 難道民進黨 沒有學會教訓嗎 今年又發生了蛋的事情 所以我講一下 就是當時沒軟 沒軟就去找日本 看日本有軟嗎 問說我也沒軟 問日本說你的軟 都在哪裡說去巴西 去巴西鎮的 就問說 台灣什麼人 有巴西的沒軟 一開始原期是這樣 因為這樣才找到 這件公司 一開始是這樣 好 現在要叫人去鎮 如果從巴西買五塊 因為還要關稅 還要檢疫 他可能五到六的時候 他賺五塊 付高巴西五塊 他現在跟台灣 逼八塊的時候 阿冠你如果生理人 你會賣多少 你賺到現在真的八塊 你賺多少 你絕對賣九塊十塊 你絕對賣九塊十塊 對 政府說不行 你如果賣九塊十塊 那我錢補給你 我補給你 你總共多四塊 我補給你 所以補助了三塊多 這件公司來說 你如果要補給我 我不要賺了 我賺了 我賺了 我要賣九塊 你賣的我賣 這間公司有調查過 這間公司有沒有時機 他的資本 他的老闆 他過去的紀錄 這件事是找很多公司來報這件事 報這個價錢 報大家要進口 你們手頭有多少量 大家都叫來 叫來之後問題是 我告訴你 如果從五塊比八塊比九塊 這錢要保護你的時候 你懷疑沒有 第一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現在是他心 然後他的母公司 他的母公司 出資額這是負責人 負責人出資額是一千塊 你問這個雞蛋大王 柴哥他長有出來說 他說這個小錢的是媳婦 他們安教 他們大冠 跟這裡賺兩賺很多 因為台灣在賺兩賺 台灣自己的兩賺夠 所以如果去國外買這些兩賺 全台灣去外面賺這些兩賺人 賺這些兩賺人的手上 很多錢 現在這個媳婦在看 以前他們這間公司就專門在賺這些兩賺 所以他是有實力的工資 這個我質疑一下 因為現在農業部的講法是說 他們在三峽有一家叫做無記蛋品 資本額五千萬 這是個大公司 這是相關企業 好那我就問 那為什麼你不讓那個無記蛋品去進口 你要讓一家資本額五十萬的公司去進口 這就很奇怪嘛 你為什麼會委託這間公司呢 那要看他有沒有辦法進出口 說實在的 因為這個做貿易 也不是說你要登記 你有這樣的營業項目才能夠做 但是我要回頭來談的是 這樣的公司真的出問題 能不能負責 其實這才是說 就算他有實力 有發財進口 有這個實力 問題是就像源氏說的 萬一出事 這個公司如果要發財 那五十萬的事情而已 不是 一開始進口 兩個身份是他開的 他開的 他開了 現在跟臺灣的時候 政府比較保護他 他沒錢 他沒錢 就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如果是要說 我全部這十幾十億 我同意他可能有進口 但實力現在談的是風險的問題 如果但出問題 這家資本五十萬的公司 他只要宣佈倒閉五十萬 那負責就好了 對啊 這是屬性 這是我們海關 所以你搞什麼八百萬 送回去嘛 那是門口的檢疫 我們海關的檢疫 就撞掉了嘛 來來來 憲哥 對 那現在最主要是這樣 因為我們公司是寡人 所以說你如果發生到 要保障的事情 公司那些主宰保障就沒有了 不會侵涉到個人 所以 這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他們的家屬在三夾 那個無稽 他的資本要五千萬 你用那間 本來 阿關你剛才說什麼 那個進口不進口的事情 他可能有營業項目 不用 那改一下就好了 那很簡單 那沒有什麼問題 基督說查理很行的 因為他做能力進口 這怎麼有什麼問題 這沒有問題 搞不好他本來就有了 但是最主要 就包括那個郭正亮 就是怕沸上 怕沸上進入的時候 發生一些問題 因為這有兩鏈的問題嘛 萬人沒想的時候 那一鏈下去 萬人吃一吃 大家都中間的時候 像美國那鏈下去 那不是那個 那整個加速會倒 這是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這個問題 因為這間公司是 去年高月柴後 他獲准成立 負責人秦宇喬 他的公司設立 所以這是去年九月才成立的 對對對 所以他是不是為了要進口 彈才成立的公司 應該那個時候 彈房很嚴重 彈彈危機 那時候做節目都說彈彈危機 因為彈彈危機變成彈彈奇蹟 所以說他五十萬 他就在江山一個公營路的航圖裡面 那個航圖裡面 公司的所在地是民宅 民宅所有旁邊的人說 沒有了 你怎麼看見那個 載民的車進進出 也沒有倉儲的車進進出 明明這就是一般來說的 其實就是為了做這個空間 成立的公司 但是現在有人反駁 就是說沒有啦 我們以前就很有名號 他們在江山那個 你說兩萬五 江山那裡 對 江山那個也開了一個彈航 一般來說 我們知道彈航來說 他們不用開發票 一般來說 那是龍山病 所以說兩萬五都可以開 他是江山 但是在這個三夾 這應該是他們的那個 他們先生過世 他們先生的弟弟 來自那個三夾開的是五千 所以那是家族企業 對 家族企業 所以這裡頭有很多公司 有在江山的 有在三夾 對 就兩家 因為江山那一家 就是以前就是那個 就一般的彈航 秦宇喬的老公 對 五季彈航 後來就是來那個 因為他個個死掉之後 他們家族就開始分開來 老三就跑來三峽 那個五季彈品 他是專門在做一些加工彈的 但是關係企業歸關係企業 對 在法律上還是獨立的法人 當然 今天是哪一家公司進口 就是那一家公司負責 不管你有關係 其實有多少都不扣 你怎麼做回來 不是 現在跟五季彈品 跟五季彈航都沒有關係 他們為了進口這個彈的時候 去年九月才成立超市公司 所以超市是專門為了進口彈 而成立的公司 這個沒有人敢確定 可是這個從一些脈絡看得出來 他去年九月成立之後 對不對 他是休業的狀態 是 他休業一直到今年二月底 才突然間復業 二月才復業 對 二月底復業之後 三月進口 三月就開始接手承辦 這個進口彈的那個行業 這個裡面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他們說 他們之前有日本資源 有從巴西進口彈的管道 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進口這些管道 是超市還是無季 因為超市公司的話 就是秦宇喬一個人 那你是不是要靠無季這邊過來 好 那既然是無季 他們就在質疑說 你為什麼不乾脆用無季彈航 或無季彈品 來進口這些彈 就像阿光剛才一開始講的 這有一些賠償問題 是 風險管理 對 風險管理的問題 好 那無季 如果我們這樣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無季以前有經驗 有人脈 有資金對不對 那你乾脆就用無季 那不是更方便 為什麼還要特地成立一個超市 而且這個超市說實在話 根本以前我們看起來 沒有進口彈的任何經驗 沒有時機 對嘛 這個所以大家都在 一直在質疑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超市會不會是這一批進口彈 當任白手套 超市會不會是高端事件的翻版 其實我覺得大家用法律 用政府採購法 用政府怎麼做事情來看這件事情 來看農業界的事情 我告訴你每一件都有問題 農業界做事情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就比如說第一個這些事情 你說像我們哪天那個雞要出荒 雞可能市場上面會雞肉大漲 或雞不夠 誰知道 養雞廠第一個知道 蛋也一樣 蛋可能 蛋商可能在做蛋的人 可能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知道說 那個雞死了一大片 那個大概估計幾個月以後就要出蛋 就有人會去動腦筋說 我要搞一家公司 我要準備要進口彈 到時候沒有別的解決方法 我只能處理 所以這樣做 無可厚非 問題是我們的農業部 為什麼找一家公司 第二個 第二個叫做緊急採購 或是開口合約 那個時候很多規矩都不理你了 我現在就是要了 現在問題是出在出在這個 這個誰農業部在緊急採購 這個過程中間我們並不清楚 這個中間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並不清楚 第三個我舉一個例子 那站在政府採購的立場 那或是這種緊急採購的立場 他要解決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跟你講那個政府 政府官員一團亂 我跟你講 一團亂 然後找到什麼算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當時候在處理 那個口敵疫的時候 口敵疫發生了 當年發生的時候 全世界沒有幾家 只有兩家 我記得只有兩家公司藥廠 有口敵疫疫苗 一家 每一家大概都要賣一百二十塊 我們根本付不起 結果就有一家廠商 也是一家資本額不到幾十萬 大概一百萬那種小公司 他就想說 這不可能只有歐美有 口敵疫 那個東方世界應該也有 所以他跑去蘇聯找 結果找到蘇聯也有口敵疫疫苗 一劑只有十七塊 他弄回來以後 跟農委會報 賣農委會一劑三十塊 他還賺一倍 那後來 那個是我們的口敵疫苗 也是跟一家非常小的 小不拉計公司買的 對 那時候有的時候 碰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那個大家都是趕快把問題解決掉 就好 什麼法令 什麼東西 什麼規矩 什麼風險 大家想辦法去處理 看看他背景 可能還可以 就給你 然後就很多東西都做得標準 好 賀英雄的意思是 市集從全 對 因為蛋荒 那時候真的很急 是很急 那你既然很急的話 你在整個招標的過程裡面 阿關 我們是承辦人員 一定要找到真真正有實力 你其他四五間裡面都跪了 跪了 跪了 資本也都跪了 為什麼 但是他說找一個能夠有辦法從巴西進口的 他可能到時候看的狀況不是這樣子 而是看的狀況是什麼 他不是看你資本額 那個是照正常程序審核 我舉例來說 我資本額十億的這家公司 我給你報價一顆八塊 然後我巴西的這公司 我給你一顆報價五塊 沒有 那跟幾塊沒關係 政府的補助就三點九 其他你要進一百塊 一定會有事 那個沒有 跟那個沒關係 你搞錯了 那個沒關係 我要進五塊 是我的能力 政府補助我三點 九我就賺翻了 這問題都不在那邊 這個中間太績翹了 去年九月登記 三月二十四號申請停業 然後申請停業之後 三月二號申請付業 然後就進口了 那你這家公司 從時間點來講 真的會起人疑鬥 就明明是為了要進口 而成立了一家公司 不是 我們剛才講說 那個巴西進口對不對 會不會是只有他有管道 沒有 我們剛才看上一張 那個那個畫面 那個台農投資 就是從巴西跟菲律賓 他有巴西的管道 為什麼只進四十四克 四十四萬克 就是台農投資 也有管道可以進 為什麼不委託台農投資 而且委託台農投資 我們有四十四萬 他竟然有四十四萬 那這個八千八百多萬顆 為什麼不讓台農投資來進口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是有在地的門路問題 就跟我們在賣東西的 農產品在賣的時候 不會差這麼多 那些東西 又不是管制品 又不是管制品 又不是像美國的那個AI